我是周一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全球快递go 我们欢迎郭正亮先生 你做过立委 你在立法院被咬过吗 没有啦 昨天其实咬人跟抓头发 其实很罕见 我昨天就看到女生抓女生的头发 这个很罕见 真的非常罕见 一般都是 因为国民党很少做妆 大部分都是民进党在前面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观众一定不知道听众 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把主席台给占助 因为这个就是王金平自己的问题 因为主席事实上 人在哪里都可以主持会议 这个并没有说一定要站在主席台 可是因为事实上王金平也有一两次 他人不在主席台 然后也拿着麦克风就宣布开会 那可是通常他不会这样干 那最严重那一次就是什么美牛那个事情吗 不是去年初的时候 反正就是他就站在旁边 民进党不是把那个主席台站住 然后还把门那个用大锁死 那个是连续两天嘛 弄起来 然后不让王金平进门 对对对 那事实上立法院长的职权 他可以指定哪里就是议场 所以占据主席台的意思是让这个议长不能进来主持 那就是不能开会嘛 不能开会 那昨天是临时会 那国民党本来是要过案子 那所以你说是国民党坐庄 以前都不是国民党去站位置 大部分都是民进党 那昨天国民党站位置干嘛呢 不他就是怕不能开会啊 所以他先站着 对 而且他又被外 就从外面把他围起来嘛 那外面围起来 因为民进党想要去站主席台嘛 然后就往里面去挤 就就打起来了 就打起来了 那据说国民党是事先并没有这个动员 你知道国民党常常用line 或是用简讯啊 动员的时候都会有有那个间谍啊 那匪谍就去告诉民进党 国民党昨天是临时提早到6点45 他们原先 对啊对啊 本来是8点 发消息说6点45去抢主席台 没有错 然后还派出了像陈淑惠这几个长得还不错的 这个首女 但那个在主席台上站位置 不都是女的啦 你也不要说谁长得不错啦 全部都女的 民进党也长得很不错的 所以他们发动 因为女孩子比较不容易 也不是 因为男生不好意思抓 你就说男的那个民进党委员 就不好意思把他们拖走 因为昨天就发生一个 那个王美会被 要被嫁出去嘛 被那个 他不在那边大叫嘛 大叫 对不对 那如果是男的话 那就会打得很惨 所以他们派女生去比较没有暴力 对对对 先占据主席台 要保护让王金平可以顺利的进来主持会议 对对对对 结果民进党就反制就冲进去了 对可是我跟你讲 我的经验是 女生跟女生冲突 通常会更持久 这女生有什么好紧张的 大家互相 对啊对啊 没有女生比较坚持 对啊 就拉头发呀 抓呀什么的 昨天他们就坚持 两方就非常坚持自己的立场 所以民进党就派女人出来 跟国民党的女性 对对对 但是国民党女生真的很少 我看连王玉敏 这个这么秀秀气气的 那个王玉敏都在台上在那里 站着在那里 拉来拉去的 国民党女生其实蛮多的 只是有些不要 有一些是不分区的 以前他们没打过 你昨天有跟他红招舍吗 有啊有啊 他不是那个扭到了 还怎么回事吗 有 那问题是民进党比较会打 会扭打呀 民进党因为长期都是女生站前面 所以他们比较有经验 那后来为什么变成男的也上来了呢 不他就是要把人拉开 因为民进党就开始要把国民党的 那个女立委拉开嘛 那拉开国民党人就要上来救他们 他就绞成一团 民进党想把国民党的拉开去占据主席 对对对对 不让王金平 然后国民党的人就从后面又要来拉 国民党的男的就要拉这些女的 就造成了一团乱 那一团乱因为有人会跌倒嘛 就有人大叫啊 那后来有人泼水嘛 就这样啊 好恐怖啊 我看那个照片里面 那怎么会说咬一口呢 这个你觉得在那个乱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昨天我有看到那个 我有看到林淑芬贴在脸书的照片 事实上是吴玉生他他整个手这样 要把他抓抓开了 好他说他摸片他的全身 你觉得这是这是看你怎么定义了 应该不是看你怎么定义 当然不是刻意了 可是就是说他整只手 他要抓着 他把他抓走 他比如说从肩膀这样往下拉到腰的部分 要这样子把他拉开嘛 那这样就当然就盖过敏感部位嘛 林淑芬是台北新北市的 新北市 然后林淑芬就说 当一个女生碰到这样的侵犯 那咬他是刚好而已啊 他大概也不太知道 他知道的谁吗 那时候混乱 不知道啦 大概不知道 只知道是一个男的手 对对对 而且因为林淑芬长得很娇小 对对 那其实那个他长得蛮壮的 我告诉你男生打女生 跟女生那个男人手一戳 我们就就痛你知道吗 男人的手的手劲不一样的 只要男生的手 这样一碰到女生 稍微失利 你就觉得是是是暴力了 这是真的 那因为他咬他一口 他咬 然后他就跌到地上 林淑芬就跌到地上了 就被拖这样子 不是因为他手就放开了 跌到地上 他很痛 就失去平衡了嘛 然后吴玉仁就去验伤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但吴玉仁太毒了 他说什么没刷牙的话 就有毒这个家伙 这个是太太扯了 我觉得这不太好 那就说他 让他打破伤风 这个是一个 那王惠美是被 姚文志也是高高壮将 被杨文志给拖走 他也是要把他架开 他是要把他架出去 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男立委都有 对这个在台上的女立委 都有都有问题 都有出现事情 姚文志技术比较好 没有碰到敏感部位 因为姚文志他 他还是他也是第一届吧 第一届第一届 姚文志长得很高壮 他可能比较高 比较容易处理 他要把他架出去 那 我遇人显然技术不好 那我问你有摄影机造的时候 是不是 国民党还很拼命一点 国民党很奸诈 他预备了自己用架摄影机 他准备搜证 国民党自己架 对 那国民党我觉得他是准备 用威胁要告你 然后呢 全程录影 所以所有的镜头 国民党团都有 OK 你看 那陈寗飞那个 每一次反正都站在很前面 就是了 对 什么凶暴拉人 你看黄伟泽上次还用那个闹钟 去拉人家 黄伟泽那个是不经意的 因为他是这样丢 他是 没有面对面丢 那我看到连那个 因为民进党要冲进来 从门里面冲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林玉芳啊 什么一堆人都去打 好笑 不过民进党吓一跳 说国民党居然那么早就来了 所以整个剧本乱掉 民进党的策略是以为国民党不会 佛小攻击 对 那这可以赞美一下国民党了 我们进广告了 结果也是一样啊 只通过一个案啊 本来他们也都准备一个案都过不了啊 没有国民党本来是有一些案要讨论 还有啊 临时会不是还没结束吗 今天明天还要 我估计没有了 我会吧 高等 另外一次临时会 下次临时会 但是这个打架 你以前有打过吗 等一下我们进广告 我没有在第一线 你第二线 所以你没被咬过 我们是帮忙拉人 你这一辈子有被女生咬过 没有啦 怎么可能 虽然是不好玩 我们恰伯伯 小时候一定会去咬男同学好不好 被我咬得请原谅 真可怕 马上回来 西悬棍 我们今天这个片头就是那种 必须在现场配乐的时候 咬起人来就更快乐 全球快递够 全球到处咬 那你 这是神经病 不是啦 你觉得立法院的这样子 这个咬咬打打 其实我们民众已经 咬人非常罕见 真的 咬人 抓头发也很罕见 抓头发 抓女生头发 这个非常罕见 我们来回忆历史好了 大部分都是拉伤啦 今天的电视台应该把 那个立法院的冲突的历史 他第一个是 以前是那个 最早的时候 然后立法院长是掀起 他的这个 那个 他的衣服来 上面是有伤的耶 那个叫谁呀 是在 是在那个 最早的那个立委的时代 你说刘松凡啊 刘松凡前面的时代 后来就是 梁素荣 梁素荣有过 他是被 梁素荣不是被打吗 打耳光吗 然后朱高正是跳到台上 以前是南对南嘛 南对南当然是瘀伤嘛 撞伤嘛 或者是被打打打打乌青嘛 拉伤嘛 就这一类的嘛 立法院冲突的时候 那早年是所谓 外年国会跟民进党的 增额的这个党外嘛 也不止了 后来后来民主化之后 也一样冲突 也一样冲突了 而且国民党早期 还有几位练过功夫的 谁呀 有啊有几个 你说什么 奉知姐姐拉支流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有一两个立委是练过的 你说男的 男的 当然是男的 早期真的都是男对男 那后来大家才改成女对女 那因为女生不会动拳动脚嘛 所以女生就都是 拉拉扯扯而已 拉拉扯扯 但是你告诉我们 目的都是要妨碍 这个让意识不能进行 对对对对 可是这个是王金平自己造成的 因为事实上主席 他认为他有没有在主持会议 他可以自己定义 那王金平就让大家宣泄一下嘛 他的目的也就是 让大家表演一下 其实包括这次的福茂协议 改成逐项表决 也是 那这个也是他对王玉琪的小小惩罚 对不对 谁叫你不像赖信员 是啊 王金平一定是不高兴嘛 说我就给你主项表决 因为据说是真的 如果真的没有去跟王金平好好沟通 非常离谱 拜会那是有点离谱 非常非常离谱 不太好 所以就要 而且这种东西 王金平这个人也不会对外乱讲 那因为 这种断听截帖的事 我认为王金平不会 不会不会 他还是有一定的分寸 那因为国民党他成立五人小组嘛 对啊 那就是到最后都要每个礼拜到那边报告 礼拜一都有 那我觉得他中间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搞不好 马英九还以为那个陆委会会去跟 会去跟王金平报告 我觉得这里面有严重的落差啦 嗯 比如说我举例啦 我觉得王玉琪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ECFA后续协商之一啊 我 我的看法是 嗯 赖信源当然因为做过立法委员 对啊 而且赖信源做过国安会的咨询委员 他比较懂得这些 尤其又是个女性嘛 你比较懂得这个手法 但是王玉琪的问题是 如果他没有去 他下面的重要幕僚 为什么没有提醒他呢 那你的重要幕僚 有副主委啊 副主委还有立法委员呢 没有错 没有错 对不对 那写要是重要的副主委嘛 他们有两个 写要也当过立委啊 对啊 对啊 那再下面呢 嗯 那些人是故意不提醒王玉琪啊 然后国安会的复密邓正宗 对啊 是handle整个事情 对啊 所以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group里面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马总统应该了解嘛 对不对 嗯 这个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昨天那个场面 一方面是让大家表演 对 谢愤啊 谢愤啊 不因为他 王金平是让自己也很生气了 他有点生气 对 然后会有传言传出来 而且不会有主向表决啊 主向表决是很 很难受的 主向表决是他那个主导的 你说王金平主导出来的朝野协商 有24条 平均一条若又重复表决 那一条至少20分钟 就一直被骂嘛 那你就在现场嘛 可是最后就包裹投票了 不是不是 逐项表决就是逐项表决啊 那这事情怎么办 不理论 不理论上国民党如果一致 他也可以逐项都过了 我知道他就逐项表决 就让你过程 就是要让你 就是要让你 就是要让你王玉琦痛苦嘛 你还看不出来 王玉琦痛苦 国民党党边也痛苦啊 没有办法啊 因为王金平真的在生气啊 然后赖世宝也很生气啊 如果这是应该惩罚的 我觉得也应该惩罚他们啊 是啊 对不对 是没有错啊 逐项表决要看民进党功力怎样了 国民党如果真的要过还是会过 那当然了 那因为ECFA本来就有启动救济机制嘛 对 那就是说对受损产业你要怎么补贴 对 那本来要那边的经费 大概就是四百五十一到六百亿之间 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 就大家一直在那边汪汪汪说 哎呀我受伤了 那有的其实是得利的 我们应该就是一直就说 受损的你要受补贴 然后得利的要回馈啊 这个没有了 得利回馈这个说不通啊 什么说不通啊 这个两岸关系本来就有特别的特取啊 全世界没有这样搞的 因为得利他会缴税嘛 那政府是代收 然后再来补贴别人 我们缴税有的时候也可以逃税啊 我跟你讲啦 我举个例子啦 我举个例子 你就了解了 因为这个要有实际的数字啦 对 比如说我们用美法院做例子 美法院台湾有十万家 那六十万人的就业 可是十人以下的美法院 你认为大陆会来投资吗 不会啊 因为大陆市场来的是资方跟经理嘛 对啊 可是他增加 所以他要用我们的人啊 对嘛 所以我说来的事实上 我看是高档的啦 对啊 高档的 然后可以提高我们的薪资啊 所以你看啊 美法院本身就分裂 昨天那个女子美法工会的理事长 就跟张家柱站台啊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比较大型的 他可能会有机会对外 对大陆投资 我们现在最严重的是 所有这些服务业所碰到的问题 是会被对方并购掉 嗯 要看哪一个行业 印刷业可能性大一点 有一些人是等着被并购的 我知道 包括连酒店是这样 要看行业啦 对啦 我同意啦 我同意啦 所以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 来继续回来 这样节目现场咯 欢迎收听coco早餐 8点33分10秒 我是周宇寇 今天呢 礼拜三 全球快递购 郭正亮在现场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正亮说 这个立法院里面 这个打来打去 很少有这个抓头发 什么的 那个 咬人 昨天邱乙赢怎么没表现 昨天怎么没邱乙赢的新闻 他也在现场 那他昨天输了 他可能没有被抓 别人比他 也不是啦 这个是偶发事件 大姐没踢 你如果被吴玉仁抓 你一样咬他 那当然啦 是啊 因为他那种工作 如果你的手这样伸过来 他是跨跨着抓 这些会 可以告吗 因为他并不是刻意的啦 他只要是 把你拉开啦 这个法院应该不会成立 摸片全身 可以告他性侵吗 摸片全身 要有那个录影 录影就是他 手跨过去 拉你的腰 要不你拉出去 OK 那他咬他也可以告吗 不 他跟你说 他以为有人要对他性侵 OK 好好好 反正你就知道 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 就得心 以后做立委 还得学点 那个 这个 这些什么防身术 或是打人术 以前那个 小黎明义很可怕 小黎明义 现在已经过世了 是哦 真的哦 高雄的呢 不是不是 云林 云林 都带一只老历士表的 哎呀 真是 所以你看这个历史 真的让人觉得 很很很 立法院里面 以前我看到这个镜头会 你知道最早的时候 打架啊 什么的 那个立法院打架 大家看了都很气 会哭 有没有 我爸爸以前看到打架 他就很气 他就拿一个那个 以前他看到程序变 他会拿个拖鞋去打他 那看到大家打架 他就会拿椅子 也去打电视 我有一次就很正式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生气哦 这些立委我都认识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 新党吧 新国民 新什么什么 新新国民连线 什么 新国民党连线 新国民党连线 跟民进党在打嘛 对 然后有好几个啊 那很知名的 现在党主席的 郁牧民那个时候 也都已经把椅子 搬起来打过嘛 那我就跟他说 他平息一下 我跟他说 你别生气 他们打完之后 其实是拍肩膀走出门的 我在现场看到过 男的对男的会 是这样 女的不会 女的会翻 女的会玩真的 真的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有道理 因为男的本来就常常这样搞 我有一次就在现场看 他们打完以后 男的就 都勾肩 这个在意会多了 早白天的时候 在那边骂来骂去 晚上一起喝酒 这真的吗 很多啊 男的 男的 女生比较不会 女生都比较当真 你看我们女生 比较正直嘛 比较有是非啊 这个有研究的 这个我 因为我以前 我心理系 我也认过社会学啊 女生要发起罢工啊 他要酝酿比较久 男生会比较冲动 就直接罢工 可是后来跟资方妥协的 都是男生 那女生只要开始罢工啊 他就是最后坚持不退的 那一群 全世界女性都这样吗 都这样 他就是完真的 那你不觉得 这跟男女感情也很像 对啦 就女生比较不容易做决定 可是他一旦做决定 他就很 一旦爱了就爱了 很坚韧 很韧 就男人就跑了 男人比较容易背叛 我说实在话 在表现在所有的行为里面 男人比较容易妥协背叛 对对对 女生比较不会 他比较有原则性啊 可是他不容易冲动 然后他只要决定做一件事 就会坚持比较久 你说女的在决定的时候 他比较慢 比较慢 男生比较容易 那女的比较不容易 比较不容易 可是他爱上了 他就不退了 他不退 对对对 这有道理 那其实立法院 这个也是一样 因为他既然已经决定 站到第一线 那他就会坚守很久 他是信仰 他站在第一线的正当立场 跟这个 他一定要说服自己 他才会做那件事 我这样做是对的 我才会去暂军主席台 这是思考习惯 OK好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女生 昨天我看到那个范可卿 他在脸书上讲一句话 蛮好玩的 他说女人有两件事情 不可相信 第一就是 人家说你漂亮 第二 男人的感情 我们选民不可相信两件事 那就是立法委员 在一场上 男的在打架 这件事 那好 昨天呢 打的结果是 本来他们要通过好几个案子 那昨天只通过了 郑索随的案子 你觉得郑索随这个 从去年发展到今天 你有什么评论 不等于是两种人最该科 一这个是中实户 一个是IPO这个 这两个才是最大款 那结果后来选择了IPO 那这个当然是很无奈 因为这个好磕 逃不掉 因为就上市的 磕碎成本低 磕碎成本低 而且也非常有效 60亿滑得来 那因为中实户很复杂 中实户 中实户很复杂 还有什么 怕什么账户被公开 那就不进场之类的 可是这个就是不正义 当然老百姓会觉得不正义 可是没办法 那IPO磕了 要看长期了 因为理论上 人家可以到香港 到别的地方上市 就有人担心说 以后人家不来上市 但是如果你经济发展好 你的环境好 其实有利可图 除非你这边的科技股 本益比比人家高 对啊 我们本来本益比就蛮高的 有些有些 有些了 科技了 高科技股 而且你IPO三年以后 才3.75而已嘛 上也不是很高 对啊 你又不会第一年就卖掉 第一年卖掉的人 他也太投机了吧 那个费龙泰有精算 对啊 他说三年平均 大概只有2.4 就15 7.5 3.75嘛 所以平均下来 就只有2点 就不多嘛 好 这个是 所以郑索税 对马总统来讲 还算是 他认怨还是 因为他决策反复了 还是受伤了 你觉得他受伤 我昨天本来怕他 连那个IPO都屈服了 那就是太扯了 那我看国民党就不要混 他如果连IPO都屈服 他干脆就取消算了 对不对 幸好他最后关头 还掌握住了 就是他如果要 真的要实施了 不然他等于是 被两边笑死嘛 对 对 主张公平正义的人 就受不了嘛 那IPO的部分 其实很多人在官说啦 其实王院长 有一度那个态度也 其实就是证券业 跟跟大户 大股东啦 这两种人啦 好 这是啊 郑索税 去年就开始搞的郑索税 然后这个现在的中等 他们所以立法院临时会开 这次开完了 如果没过 再开一次临时会 不是这样 这次是因为 我们立法院向来都 延会两个礼拜 那结果这一次没有延会 所以等于少掉两个礼拜 OK 所以有很多狗皮唠叨的 一些东西都没处理 所以这次两个临时会 有一个临时会 实际上是在处理 累积的那些东西 你们这次 这次他们立法院不延会是什么 是为了要搞那个会计法 那个那个扎扎扎的事 我不知道 因为黄金平没有坚持 向来都是延到 延到差不多六月底 延会的话 立法院就可以复议了 会计法那个事 没有错 对不对 我估计是会计法造成的 没有错 不然一般都会延会 两个礼拜左右 好黑暗 因为我印象中 都是开到六月底 对啊 那结果这次 突然之后就结束了 对 所以要开临时会 不得不开两个临时会 需要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要先处理那个 狗皮刀刀的事嘛 那个要练 要一直练 对 然后 然后他还想要处理 那个公投提案嘛 十二年国教 十二年国教 那年金还在那边犹豫了 然后还有就是 服务贸易协议 服务贸易协议不可能 这次不可能来不及 因为他还要做缩帖 所以我估计是下个会期了 所以你刚刚讲到 就是说服务协议其实 因为服务协议本来就是明年一月上路 其实正量的想法 这个跟你 跟那个很深绿的想法 其实你中间还是有差距的 不因为我觉得这个要做实际的产业了解 因为 人家从产业竞争国际竞争的平台来看 这个是总体的评估 对啊 可是你对个别 因为一定会有一些寿存产业 集结到你身边嘛 跟你叫嘛 对不对 你说中药商 我举例好了 中药商我也很熟啊 中药商类型也很多 那当然最担心的就是 80%的货源来自大陆 他们只是简单过个手 当代理商嘛 那这群人绝对受冲击 这事实 可是有一些已经转型啊 比如说变成科学中药 或者开始做一些科学的药 那个中药的药膳 就增加附加价值啊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希望 我们产业这样做的啊 是啊 所以我就说每一个产业 是让它内部的形态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跟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民进党跟那个台联部分的人 都还把它搞成意识形态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资了 中资又怎样 中资人民币现在很值钱啊 小姐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还是脑袋的关系 这个就是老问题嘛 就看了中国人就讨厌 奇怪了 不是啊 就不是讨厌了 害怕了 怕什么呀 怕他有别的目的 因为都是国营事业嘛 他是人民 他又不是那个 大部分来台湾都会是国营事业 省营事业 然后呢 就怕他有政治动机 他政治动机是什么呢 可是到目前为止啦 我们坦白讲到台湾的入资 大部分还是在商言商啦 对啊 是啊 而且台湾这个市场这么小一点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就是 你要慢慢的从实际行为来做推论 就是你要多了解大陆 你不能想当然耳啦 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假设大陆真的有一个银行啊 买了一栋大楼 然后就在那边开什么招商银行啦 建设银行之类的 那你一开始会很不习惯嘛 对不对 那你就是要习惯嘛 只是碍眼嘛 他跟美国银行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为什么就非要把中国当成特别 中国跟美国是大国啦 还不止啦 还包括比如说我们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 还有金管会 一路看下来 两三年下来 他的行为跟普通外商银行没什么区别啊 对啊 那就正常了嘛 我们的中国银行在台北的分行 还被要求要低调低调 他还躲在楼里面 躲在101 好好笑哦 我跟你讲 这是我们官员跟人家说的 这是真的 这是我了解的情况 因为那时候中资还没有台面话 那他先成立办事处 这个一定要经过一个习惯的过程 对啦 我们过去有一个长期的政治教育的过程 所以现在也变成另外一种 比如说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啦 比如说青岛啤酒进来 一开始大家也 那因为一开始是有魔人代理的嘛 那一开始成长得很快啊 那后来台皮不是被逼出金牌啤酒 对啊对啊 那这是好事吗 最后发觉我们的啤酒还是比较好喝啊 是啊 还放什么小水果啊香蕉啊 小朋友不是也喝吗 现在 对对对对 而且 而且有一些啊 真的要想远一点啊 比如说台商有一些是去大陆赚到钱 又回来台湾投资的 对啊 康师傅嘛 对 Daphne 嗯 都是开始展店啊 好几家啊 那个 嗯 达夫尼是鞋子嘛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 政府不要以为你比市场聪明啊 嗯 政党也不要以为自己比 我讲政党 政党跟政府是同一类嘛 你算了吧 你每次都只骂国民党不骂你们 我这是同一类啊 是同一类 你们现在那个那个苏贞昌还要搞罢免什么立法委员支持服贸法也去协议也罢免 等他更了解这个每个业界的内部他就会知道了啦 每个业界都是分他都是副总统候选人了党主席了他还不了解 不知道 我看让谢长廷回来做主席啊 比如说洗衣液啊 洗衣液台湾也有连锁店啊 啊对啊 也是有啊 所以也是有大有小嘛 不是 我们如果正常看待台湾的这种啊 这个平台 然后就算大陆人全部都来了 我告诉你最后他们都被我们民主化了 8点46分马上回来 我们接下来最后一段要谈谢长廷的香港型 黑豆新鲜发行 唱一首《熊爱唱的歌》 送给一个最想念的人 想念要你最もの新鲜合唱的歌 黑白心都哈利丽丽 哦欣ουν过去心里都想想な怕 但是 跟你最重合唱的歌 在北山拉拉拉 向北山人 在等高知过我一招 弄出怀念的歌 如今流唱流歌 是因为 无理的 伯伯 最爱跟你最重合唱的歌 everything啊灵啊灵 哦哦 过去的天已经万万新花 有个人跟你最重合唱的歌 每个声拉拉拉 哦哦 我会继续在北山里一招 哦哦 抗争怀念的歌 如今流行使命 陶者继望春风后 首次尝试全新创作台语歌曲 雄爱琴微瓜 用思念的歌声 问候远方的他 再见 你好吗 新鲜好音乐 都在HIT FM 近广告哦 嗨 这个夏天好爽快 这么热的夏天 哪里爽快啊 跟我一起到嗨了 保证让你清凉又消暑 现在购买指定品品和饮料 同商品通通满意送一 有你最爱的 有料生活珍珠奶茶 杜老爷双倍巧克力甜筒 让你吃冰假凉 过个爽快的夏天 哇哦 今年夏天真的好爽快 跟我们一起到HIT LIFE 指定饮料品品 卖一送一楼 HIT LIFE Enjoy your life 还念念不忘 六月二号那夜的星光灿烂 掌声欢笑汗水尖叫荣耀 谢谢每一个和我们一起 热情呐喊的你 谢谢始终陪我们一起 听音乐的你 时时刻刻 全年无休 只想听音乐的时候 HIT LIFE永远在你身边 永远为你热情play 这世上没有一种痛 是特别为你准备的 陈珊妮全新创作专辑 低调人生 六月二十八号发行 低调的情况 Coco早餐 好我们看到了台纸 台纸期才涨了四十几点 OK好 这个 外资期货空单有16000口 所以我估计应该 应该后面会拉上来 OK好 这是今天正所税 这个修正之后的 第一天开始 这个我的意思说 忠实户总得表现一下 要不然人家帮你修法修什么样子 会被人家笑死 对啊对啊 那不是 那会被马英九偷笑吧 马英九 好了我们接着回到民进党的 这个谢航廷 他要到这个香港 然后我看到您阁下写了一篇文章 叫民进党最近的转型 这记以后望 可是你们那个华山论台开了没 他碰到立法院假洞 所以延到七月四号第一场 第一场还没开 还没有 因为那天假洞 那立委因为报名了有四十个 参加 所以这个是完整的 结果我请我们永正问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旁定 他说不可以 好像是闭门 采访也不可以 只能主席致辞 你们在做什么叛国游戏吗 这个才能够畅所欲言 见鬼了 这个我认为你们应该网路直播 让大陆人看看 好 你赶快去建议苏贞昌 你不是跟他很熟吗 苏主席现在不喜欢我 因为你批评他的关系 我让我批评他 你在我节目批评他 所以他生我的气 很少啊 我在这里都是听你在骂他 没有 我从来没有骂过苏主席 都是郭正良 苏主席都是郭正良 不说霸道 这个我觉得你们民进党 应该适当的开放大家这个去听 其实开放也无所谓 对啊 我也不懂 我那天有跟那个组织部主任运鹏说 我不太懂 为什么不开放 这个不是他办的 我知道 但是民进党 这个是中国素委会办的 民进党这个党 给我们的感觉 跟国民党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开大门走大路 对了 因为1998年许信良 那个中国政策辩论也是全部转播 对啊 你在转播的话 那真的是 其实这才是一个 会有宣传效应 对华山论坛 7月4号开始 那可是那变成我们现场景先生 他是什么 他 有像07月2号就回来了 他明天就走了 他28号就去香港 你觉得会怎样 我这次是这样了 就是去有九个立委 是哦 现任的 现任的都是现任的 那包括许天才 所以等于是民进党有史以来第一次组团 而且集体到香港 对对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个人身份嘛 那这次真的是组团 而且是谢阳廷带队 那大陆其实也蛮诚意的啦 就是几乎所有涉台的最重要的幕僚都到现场 哦是吗 然后国台办 除了张志军之外 他派孙雅夫领队嘛 那国台办也有不少的局长跟副局长都来了 对所以这个对话其实 虽然谢阳廷他是说 这个是思想跟政策的对话 可是因为双方坦白讲 都有直接接触政府的管道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影响 在香港那个会开放香港媒体采访吗 他在香港当地会不会造成 他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主题演讲是公开的 那最后一场圆桌会议也是公开的 主题演讲是 主题演讲是谢阳廷 谢阳廷对 然后最后一场是三对三 OK 三对三圆桌会议嘛 那我们这边是谢阳廷张五月跟林文成 嗯 那其他两位都是两岸专家啦 张五月林文成都是学者啊 呃 林文成当过国安咨询委员 OK 那张五月是公认的专家嘛 对 那大陆也派三位这样 那那一场也是公开的 那另外四场闭门会议啊 这是大陆要求的 OK 可能大陆就想畅所议员吧 那因为大陆有一些话你也知道嘛 嗯 他不方便在媒体上出来 孙雅夫是在某些场合里面讲话是还蛮蛮开放的 孙雅夫曾经我记得他还曾经说过 连中国这个事都可以讨论的耶 将来这个两岸如果要怎样对不对 其实我也私底下跟他接触过 是不是 他其实其实大陆我坦白说只是拍板的问题了 他该有的问题都想过了 那你觉得谢长廷他这个去了之后 这回过头来对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 他会有困难去说服或者说解释吗 因为有九个立委去啊 至少已经表态支持民共交流这个 这是谢系立委还是 没有没有四个谢系五个不是 OK 然后也是跨派系的 有小英的人吗 小英没有小英没有 那我我可以念名字给你听吗 OK好 新潮流是邱志伟 邱志伟也是念两岸关系 他念到博士的 然后这一年线 这一年线就是陈欧波 宜兰的立委 他跟就是上次是 法拉扁的那个 对对对 讲一百次的那个 还有凤山市长出身的许志杰 许志杰他是陈菊的人 陈菊的人嘛 陈菊的啊 然后许天才嘛 上次去过去上海说 很伟大的城市的 对对对 然后那谢阳廷四个嘛 管碧林 李应元 姚文志跟赵天龄 哦他的人马的大咖都去 对大咖全到 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这一些人 当然他支持这样的一个民共交流的行动嘛 嗯 那回来总是要有所表达吧 你说对党中央的大陆政策要有所表达吗 当然了 不然华山论剑他这些人也会参加 问题是苏贞昌为什么要在两岸的事情上面 让谢阳宁冲在前面呢 小英基金会跟苏贞昌应该也会有某些 都会有 动作啊 都会有 你刚刚讲九个立委 现在只有八个啊 还有一个我现在一时想不想 现在老花了 痴呆了 完全他没有他没有笔记哦 没有没有 已经不简单了 其实我跟你讲啊 现在他们的差别只有在谢阳廷用行动做交流 那至于具体的政策跟论述啊 我认为最后会蛮趋劲的啦 但是问题是你们整的问题是你要有个说法嘛 所以你们没有说法 人家国民党还有个九二共识 一种个表 你们没有啊 华山论剑第三场就是如何处理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你把苏贞找去也没用啊 苏贞要去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你没有你不用九二共识 你用什么呢 你用一种个表 你用什么 邱一人主持那一场就有人建议嘛 做发言嘛 那另外再创一个词吗 我估计还是会回归到宪法啦 宪法一中 我不知道用什么名词啦 我们不会用一中啦 依照马总统的讲法 宪法是一国两区啊 我可以讲中华民国宪法嘛 那你总要有个对方也接受 对方底线就是九二共识一种个表 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你们民进党人会杀了这个 你们民进党 不一定不一定 民进党人听到中华民国就跳楼 拜托不是这样 不是吗 不一定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你等着看好了 对呀也不接受中华民国 你等着看吧 是吗真的吗 不这个我现在 我现在不能够跟你做最后的决定了 我只能够说 你就要面对现状嘛 对我 我们凭良心讲正量 我们都希望民进党两岸政策大开大合 谢阳廷讲宪法对话不就是回到宪法吗 OK好 谢阳廷后天出发 祝他一路顺风 等他回来的时候 我们再看这几天有什么发展 我会去的 对哦 你现场实况转播一下吧 谢谢大家